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姨 笑一个是碗子 对的 细细的板子 他的脚就很长 很长 对吧 这个很大吃吧 这边是一群 就是私立残疾的盲人小朋友 他们有六位 五位是全部看不见的全盲 还有一位是脊足损伤的孩子 然后他胜传也有问题 所以他不能自己行走 都是先天残疾的 都是被家庭遗弃的孩子 他们的年龄是三岁到八岁这个阶段 最重要是让他们有机会走出来 因为去年整个疫情 孩子出门都比较少 小朋友今天知道了牛角跟羚羊角的区分 牛角是光滑的 羚羊角是有凹凸不平的 然后也让小朋友知道了海龟 蛇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估计他们平时都没有触摸到过 只是听说牛羊对吧 所以这样的直观就会很开心 就像刚刚你看到有个小朋友 他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他们就是从来没有触摸到过动物的这些实际的东西 所以希望以后再成长的过程 他们就会也可以跟别人介绍 我知道 牛的脚尖尖的对吧 羚羊的脚是有凹凸不平的 我去看一看 摸到了没有 他们一会儿就想过去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让各个社会人知道 其实社会上有这样的孩子 是需要我们大家去支持光滑看的 每个人都抽出一些时间来做一个陪伴 让孩子们也可以快快乐乐地成长